立法會終止辯論 擴建屯門堆填區撥款申請 令政府推行的政策受阻 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昭芬 在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 說撥款申請辯論被終止 反映民意票罰 建議政府多些落區 向市民講解政策內容 我覺得現在政府是需要 再重新起動 就要去18區 就將我們的譬如說減費的藍圖 是真的要每一個環節 直接向市民解釋得清清楚楚 用最大的誠意 去將政府面對的困難 向市民解釋 羅范昭芬又說 政改是重要課題 如果能夠盡快尋求共識 可以令特區政府聚焦工作 他說現在社會 已有不同政改方案提出 政府也正在摸底 他也有聽取其他意見 認為如果明年初 開始政改資訊 也有足夠時間 政府可以利用未來半年時間 將意見收窄後再討論 認罪各界共識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鄭漢成報導 收到